正正白煙不停狂吐 阿鳳和兒子在屋裡穿梭 看到煙就會想到以前 以前我還要燒那個 那個什麼木材 不然要點都點到 整個味道都黑熟熟 外人看似的詩情 唐笑說要水當當的菜包 換成白花花的銀子 才浪漫的起來 老闆要什麼 花生 還是菜包 就是 那是菜頭的 這藕包 這招牌 清晨六七點 當其他老闆還在開攤 阿鳳的客家米食攤 前場和後場都已經忙得團團轉 像是接力賽 客人一個接著一個 坐櫃一流 叫賣拉客更是一決 不放過新台幣入袋的 任何機會 這個叫的 這個很貴 一個白的好不好 白的不用 那個 蚵仔的 蚵仔很好吃 招牌 來 九十 今天有鹹力刀的 很好吃 鹹力刀的 鹹力刀就是鹹的 沒吃 陳一會功夫 豬身上的菜包 藕包 已經賣出一大半 後場趕忙著把剛出爐 還水水嫩嫩的菜包推向顧客 因為只要是我賣的 不知道是不是 只要阿鳳推出來的東西都賣完了 所以不是我自己炒的 是真的 包進自信的餅食 在板橋銳意市場已經四十年 米粒變成了美味 從油飯 紅菇粿 菜頭粿 菜包米 到蚵包 應有盡有 精湛手藝 客人夾後倒秀步 是最好的廣告利器 那我們不跟他講價錢 就是料 食材 好吃 那時候就團購了 也不少給我自己親戚那邊 就有四五十個 然後之後朋友那邊 又六七十個 一傳十 十傳百 所以一天要賣出好幾百個 甚至到了節慶 排隊人潮從市場口 一路排到中間 微微奇觀 像這樣沒有 人家一來就說 等一下給我留三十個 還要二十個這樣 不是買就那麼多 有啊 有啊 有人啊 那你數抽票數得開心 是他數 錢都放在他口袋 都給兒子啊 對啊 你問他 為什麼都給兒子啊 對啊 沒有啦 電路 十塊 好的 老闆娘 來 從苗栗卓蘭架來板橋 年輕時幫婆婆賣菜 因為愛吃 趁著空檔做起傳統點心 分送給攤商吃得到大好迴響 慢慢的阿鳳的攤子 從賣菜變成賣米製品 力氣很大耶 當然啊 就是要出力才有錢賺啊 二十年次啦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次 才是像身上的衣服一樣一本花 對啊 就是要保持快樂的心情 才會年輕啊 一頭紫紅 時尚髮色 讓年過六十的阿鳳 又年輕了二十歲 長長的鍋鏟在他手上運用自如 炒得噴香的蝦米 香菇 肉絲 甘蘿蔔絲 這就是傳統菜脯味配料 但還需要軟糯的外皮來搭配 半夜三點就得開工 磨米漿 脫水 蒸龜糰 好展開一天的作櫃工程 適當比例的紅蘭米 圓糯米 調和出最佳口感 脫完水的這個就叫龜柴 龜柴你都撥塊下去蒸 蒸來了就丟進來 果然它如果變細的話 就可以甜 要加糖 因為它這個皮是甜的 然後你加糖打就會打起來 就會跟白色一樣 只是它會變綠色 綠色粉料是薯麴草 婆婆年代都是自己種 曬乾抹粉再來製作 後來生意越來越忙 只好買現成的 但心意可是沒變 你看一般市場攤子 怎麼會請到四五個人 因為我們工很多 工很多 你看 你看就是很Q 很細這樣 對 這樣子很貴就會好吃 蔡卜蜜內餡的蘿蔔乾 是被太陽活吻過 吸收了大地的精華 阿鳳做生意 要讓顧客吃得飽飽的 所以總是塞進滿滿餡料 從深夜到太陽露臉 一夥人就重複著 切料炒餡包料 一旁的蒸汽沒停過 菜包 菜包壁 一籠接著一籠 全是手工一個一個捏握出來 我三點多起來要包四五百個 我倆現在的速度有沒有 滿滿快的 沒有 沒有 可是我覺得我包得比她漂亮 沒有啦 亂說的 你對她開一點 她就說 你快的人 你要慢 你會慢嗎 他還是很快 整天綁在一塊 摩澤良炒嘴是家常便飯 七十一年次的柏良 畢業後做房仲 曾經一個月成交四五筆 年收入高達五百多萬 但也曾經業績掛臨好幾個月 會賺也會花 加上景氣走下坡 只好離開房市 回家平經濟 她不曉得我回來 把她搞得更累 還要網路 還要宅配 有時候又要外送 她就說 她真的是被我搞死 這份古早味 從小就如影隨形 想躲都躲不掉 沒想到最後還是新台幣招手 心甘情願 接下棒子 怕到說前一碗 先把房門鎖起來 因為他們會直接撞進來 然後把房門鎖起來 然後因為我大姐是很會唸書的 她大姐是唸書的 她就跟我媽講說 妳坐櫃只是一時 我考試只有一次 她說妳坐櫃可以坐很久 我考試只有一次 她叫我媽不要叫她坐櫃 過年了 過年就要幫忙 是媽 妳真的坐短很久 我這個考試滿意的 好棒喔 妳咧 我就是屬於比較不會唸書的 所以我要很任命的來作詩 博良家網站把生意做大 媽媽嘴上罵 但心裡可開心的 因為家傳手藝 加上獨門配方調整 好味道更多人分享了 那成就感就跟房間的蘿蔔量 既沉澱又耀眼 一斤米 三斤的蘿蔔 這五斤米就十 十七斤米 很純 對 那過年都賣不夠 對啊 被人家 這樣 從新莊什麼地方 各路都來買 我都累得 純米做成的菜桃櫃 一點都不菜 有原味也有港式 到了過年都是用搶的 即使所有產品都先停工 請全力來製作 還是供不應求 過節的話 根本都不用到菜市場來 在家裡就賣光光了 蘿蔔糕是再來米做的 對胃比較好 要早一點來買 晚一點就沒了 平日最搶手的就是藕包 外皮獲進大甲芋頭 內餡又包進山珍海味 可以說是全台吃不到的味道 就是有一個老闆娘 很愛吃好 她就叫我說要這樣包怎麼包 她就說我做的東西 鹹度還有香度都剛剛好 所以她就叫我說幫她做 客製化產品進成了金雞母 裡頭包進香菇肉絲還有魷魚 吃下一口像是掉進了佛跳牆裡 我吃高手我是40年的經驗 我真的很會做 我做到要怎麼做都可以 依照不同時節 又會推出各式各樣印景產品 市場裡的座櫃高手 母子倆發揮所長 把船通米食發揚光大 很好吃 來 捧場一下嘛 你不是牆封是誰能買的 不是 我不是牆封我是推銷 幫忙不要緊 要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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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到就是還沒好 紅昏市場油油亮亮的乳味 好比正登場的落日融金 有新鮮鮮乳的黃金豬腳 還有帶Q勁的乳大腸 老闆曾燕翔最自豪的松柏豬 二三十道菜色 豬雞牛應有盡有 走過路過 很難不被乳獲芳心 看到這個是每一樣都很吸引我吃 他從開幕就吃到現在 那有幾年了 三十六年有了 食客稱讚的好滋味 喜朋夏已經酒鎮超過三十年 有些是每天 每天 對 因為每天下班回來 然後買一點東西回家 有些就是這些人 他每天都會買 老闆娘婷婷說 有記憶以來 老爸老媽端出的餐窯 就絕對不讓人失望 從烘焙茶食 再到熟食滷翅 說什麼像什麼 也難怪這攤子的擬亮 就是紅紅火火 人潮不間斷 我們家的東西是可以吃冰的 有些東西是很適合吃冰的 不用加熱 它隔天拿出來 稍微退冰一下就可以吃了 前炒芒 後長滷鍋 烤爐也跟著不關機 以蔥 薑 蒜 辣椒 醬油 醃製過的雞腿 是每天的工作重點 這個前台最佳男主角 一天限量兩大盤 96支不用滷 而是烤 像它這個七分鐘 它又要再拉 我要再拉出來 給它看一次 為的是給它通風 為什麼我會說 我的烤雞也特別雕 就是這樣 我七分鐘會拉出來 四分鐘會再拉一次 這樣子烤雞就絕對是完美的 還是稚氣的臉龐 卻個性的曾燕翔才26歲 做起事來有緣有責 他堅持烤雞腿的二十分鐘裡 就是要不厭其煩地 進出烤爐好幾回 岳父走得突然 這位伴子接受也還不滿一年 但跟在老三身邊十年 該有的製成再熟悉不過 不過他發好語 現在的烤雞腿 清出於藍 更勝於藍 連那個腿的地方都可以上色 就連他老爸都做不到 你的意思是說 你比他老爸更厲害 對 烤雞腿這方面我敢講 我敢說 翻轉雞腿 烤出了全上色 優人的色香味 成了滷味攤的最招牌 更是一位女婿對岳父 交出的第一個菜單 不過卻也成了遺憾 就是病來的突然 走的是也沒有到突然 但是病來的突然 大家真的很驚訝 沒有想到這事情 而且本來也想說他應該可以 他應該可以撐得過 就越來越這樣 越來越這樣 越來越這樣 婷婷的父親吳國軍 年輕就進入知名烘焙店學習 店裡賣麵包也賣滷味 為了賺錢養家 他統統學磨練出一身好廚藝 無奈半百之年身體卻走下坡 他做很多事情都很厲害 煮菜也超厲害的 啪啪啪啪啪叫的 沒有 當然是出來就是超好吃 你是超級快喔 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到底怎麼弄的 大家長離世 廚房頓是靈魂人物 曾燕翔身為大女婿 靈魏切下棒子 還好先前長輩做的活 都有看 有思考 所以現在鍋裡的滷物 依舊維持著父親的味道 我這只有放醬油 水 醬油 蔥 薑 辣椒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糖鹽味素 我只是靠這些東西滷的 差別在火候 火候跟你翻的次數 滷味這個東西 他講求的是翻 不是一昧的滷啦滷啦滷啦 我啦 我認知是這樣子 要說這是什麼滋味 延強說甜而不膩 還略帶鹹度 至於醬香也沒少 你又不教了你不少啊 嗯嗯嗯嗯嗯 對啊 他教了我不少 很感謝 真的很感謝他 不然我今天可能 還不知道在哪裡混呢 因為就像我高中是學體育 我如果繼續讀體育 未來出要嘛教練 不然就是選手而已啊 可是又能當多久 這種行業都是有實現的啊 他跟婷婷是在網路上認識 很快就想約碰面 為愛踏進廚房當起助手 賺菱花還把妹 蜻蜓選手早把體育專業擺一旁 他剛開始來的時候手勢收到 那時候只是把他帶來這邊約會 你也帶來之後 他帶來之後我還要 我帶來之後 對 因為我要 因為我是放假的 我都必須得來這邊 畢竟岩師出高途 每天溫體豬新鮮直送 通過火力控制 老乳心乳的緩搭 豬腳的纖維 短短一個半小時 撈起尖刻 很多滷味這種就出去了 這種滷味這種豬腳出去 絕對是打槍的 這顏色這樣絕對不行 對 看起來白白的 吃起來是沒有味道的 為什麼還要撈這滷湯呢 就是因為讓它更上色 而且這個剛剛已經 滷過其他的豬肉了 所以它的味道 味比剛剛這些豬腳的 味道還要更香 吃起來就是QQ的 爛爛的 而且就是很有味道 就很有很入味 剛進廚房 寫了大半年的烤盤 才更上一層樓學到滷製 專業級烤箱 是賣麵包 烤單黃酥食的 身材器具 後來用來烤雞腿 還有新人推出的新品項 那是豬肉最珍貴的部位 麵包只是多了一樣松阪而已 夠我推去一輩子了 松阪 松阪 它只是把烤雞腿的程序 換到烤松阪上面而已 都是東西配料是一樣的 醬油啊 然後黑胡椒 還有多個香油 因為肉那個松阪要有 要有油 它這樣你會炒五層 然後一這樣在店裡 像一般我們在店競爐的時候 我們都是維持200度競爐 可是我烤松阪的話 你一定要烤零度競爐 它要不然烤得很好 婷婷對老公驕傲的烤松阪豬 似乎有點不以為然 不過一出爐 牠可是搶著下刀切塊給我們品嚐 夫妻倆愛鬥嘴互相吐槽 可三秒鐘後又嘻嘻哈哈 牠厲害 還是爸爸厲害 好厲害 我如果夾 夾中夥吧 牠應該會不爽 延續著老爸的生意經 以量至架 以多息客 以先銷售 在企圖心強的艷翔領軍下 像是烤松阪豬新品項的誕生 不會是多 而是更多 年輕人不怕失敗 延續市場的老味道滷味 是女婿上角岳父的成績單 來 妳的四十 阿伯要什麼 關於米糕的一百種品嚐心法 不論在倒扣入碗的愁如膏帽上 撒的是魚松 又或是在噴香肉燥間疊上 脆黃瓜片 總之 零上店家親手配置的醬料 是必備條件 而張仙怡家 在市場口飄香 起碼四十年的這一款 則是得再多放一頂半熟蛋 燈燒檯面細球可愛 戳破蛋包任由 蛋汁肆意流淌時 可就成了 勾得眾人信仰的邪惡小吃 妳都吃幾個 兩個 兩個 為什麼 吃一個吃不飽 對 我喜歡它上面那一層肉 那它上面那一層肉造也很特別 它雖然沒有很特別的味道 可是就很耐吃 然後就是妳幾天 沒吃就會想來再來吃這樣子 老客人不僅平常歲月三天兩頭 就往巷口鑽 對在地人來說 米糕更是除夕必吃的早午餐 到什麼程度嗎 忙到什麼 已經 忙到 就是整個 我到可能兩點已經有點 算起來都算不出來 神志不清 好會喔 因為除夕大家都返鄉 有的是可能駕到 可能是在外地工作 他們現在回鄉 對啊 返台 有的會從國外回來 他們就一定先來這裡 行李箱還沒放在家裡 就已經先過來吃了 很道地 然後再來就是很Q彈 很奇怪 我就早上 中午都會來這邊吃 吃了好幾年 很好吃啊 我也是歪嘴雞啊 我在台灣早吃 倒是跑豆豆 女童幾歲開始 米糕加蛋 我小一年級耶 米糕一定要有的 有時候加蛋 有時候沒有啊 然後再雞絲麵加蛋 不然有時候就排骨湯這樣子啊 掀開蒸籠陰雲瀰漫 淘氣的米飯湯水 彷彿也因客人的青睞程度 各成聚落比美 首先米糕緊一香鐵 由下而上 從外圍往內推 小圓 全程大圓 月王中心則是苦瓜 冬瓜 金針排骨湯品 自成團體小圈圈 而一排米糕再交碗雞絲麵 獨到的組合 所以已經不算隱藏版 但外偏 吃法趣尤其新鮮 就生的蛋打進去 不然就雞絲麵加蛋花 就熟的蛋 跟雞絲麵加蛋包 可以吃到整顆蛋 來 大姐 我要兩個吃飯 好 米糕加不加蛋 天不天醬辣或不辣 配的是麵又或者哪一碗熱它 張仙怡縱然是老攤子的第二代了 做起生意卻更顯熱情 舉凡十個熟客上門 必記得住至少八九張味蕾喜好 所以如果天天來吃的話 就是會記得啦 對啦 可能 我自己會用心 我晚上我會再想一下 你晚上要復習客人 對 有時候我會 因為就是可能已經習慣了 說今天客人吃什麼 對 我會去想的就是 這個客人之前有來過 到現在時間大概隔多久 我會去想一下 所以有時候會想說 這個怎麼那麼久沒來 對 隔天就來了 對 很神 你要甜醬嗎 不要 醬油就好 都說人情是最暖心的 他調味 五怪湖吸引力 把則在夫妻兩身上格外奏效 比起先生從小就在攤位前幫忙 湖一平是近六年 才學著獨立掌勺炊整米糕 難得的是 小媳婦手裡的老味道 不但不走味不失真 風運還媲美當年 一開始很辛苦 然後你就要一直試 後來每次我就會看 看他的大概大概 就把他想辦法用 湯匙或用什麼東西來去測量 然後慢慢的我就會跟他一起討論說 這樣子我可不可以用這個測量 然後大概多少這樣子 傳統人家習慣以字間煸的豬油炒肉 而公公婆婆傳下來的 當阿鼻哥之所以米粒 油香醇厚 也出自半米前多一道九零的功 加油提味 天降上色 原諾米則是要選放一年的舊米 太辛太老都不行 因為它不軟也不硬 因為你如果新米的話 它水分會比較多 但是舊米的話又會太乾 對 所以我們選中間的 就是會比較軟Q 另外就怕生米裝熟 老人家說把手交的時候 便丁吟過 裝米甜肉一定得耐住性子 心得夠細 起鍋時才換得來 每一杯晶瑩飽滿 他都說這個米很硬 真的很硬 自己有水來 沒有喝進去 都要我們自己塗一下塗一下 才要下去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把米弄下去 不然真的試過了 真的給你不熟 說起公婆早年 從中南部北上打拼的年代 由萬華一路迎著地緣 搬到薑紫萃市場 那時手藝雖好 卻也力經過 一天賣不到五百塊錢的落魄時光 後來板橋一帶隨 大型工程開發建設 蘭嶺族成了常客 婆婆媽媽隨後加入 也變成最牢靠的粉絲團 早上有市場 早上有市場他們先來吃 休息的時候又來吃 比較特別的就是 很多人媽媽買菜 先把小朋友丟在這裡 先去買菜 我們媽顧小朋友 小朋友就坐在這邊吃米糕 張歇一記得那幅 一排孩子坐在 攤車吧台前的歷史畫面 自己其實也參與其中 那時大概剛上小學吧 但她的角色 絕不是坐著享受的那一個 很辛苦啊 因為我們原本是住三樓 那東西就要從上面拿 應該是說原本是在這邊賣 對 七樓 一個攤子在那邊賣而已 然後可是沒有店面 沒有店面 東西都是在樓上煮下來 然後他們就從樓上搬下來 以前那電影我們就要拿下來 他們三姐弟就是負責拿東西 上下 上下 兩個做醬油啦 一個辣啦 老闆超有巧思 然後那個 他的爸爸媽媽 以前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覺得很有熱情 有時候吃東西 到我們這種年紀 只是一個溫度 但是又好吃又有溫度 不管客人吃的是溫度 味美還是記憶 湯族飯飽後 總也吃得出一抹尾韻叫幸福 也許那從頭到尾都無關乎抨擠 而是來自掌商人的心境 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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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 四斤 三斤 來 白鴨 位在板橋重慶路旁的黃昏市場 不只有買菜的人潮 在路口轉角的炸雞德萊素 人氣也很火熱 就再多一隻好了啦 沒有 再多一隻就要下一刻 还没起过的炸鸡 早已被抢购一空 没算好数量的客人 可来不及临时追加 只好再等下一轮 鸡腿 鸡排 鸡翅 简单三个品项 不论是排队的 打电话的 还是鸡车骑士 赶紧喊单 下好离手 否则等到牌子一挂出来 可要残念了 都秒杀是真的秒杀 虽然住附近我也有扑空过 他都会说 跟熟悉的客户讲 有时候都真的要用订的 不然真的很难买到 不会太油 最重点 因为一油我们就没有办法 经验度很好 很好 所以我们才会经常买 几乎都要排队 他的鸡腿都很快就没有了 午后雷震雨 匆匆落下 大雨淋漓 并没有打断张顺元 忙碌的节奏 站在油锅前 双手速度加倍 动作熟练的 抓起裹上粉浆的鸡肉 就往滚烫油锅里丢 我都现炸的 客人来多少 我就炸多少这样 现炸的比较好吃 油温一定要控制好 油温几乎将近只有200度 因为这样炸起来比较外出内嫩 人家一般都用了 要控制时间的 但我看累积的长久了 我炸的应该都知道 熟了看起来又金黄色的 你就差不多知道它熟了 老板张顺元徒手炸鸡 已经炸出身后功力 沸腾油锅热里喷出 穿短袖不是问题 但绝对不能少了这项装备 以前没有药物圈 我都没有戴眼镜 因为有时候它 它撒那个胡椒油辣椒粉 风往这边吹来的时候 多少会 会弄到眼睛 每天开摊做生意 短短三个小时内 就买光光 事前准备工作 清洗肌肉 更咬仔仔细细 要达到张顺元的标准 重复动作 起码要洗上两个小时 它问题机的 它是一包一包 它一包一包 里面都是有一些血水 我就反正一直洗 洗到我看到 水自然的透明 这样比较不会那种 有种腥味 炸鸡好吃的秘诀 首要条件 就是食材新鲜 使用的 都是当天送来的问题机 冷冻的你炸出来就 没有那个新鲜 那个甜汁 那个鸡汁 里面一看 它们都是这么小吃的 都是冷冻的 它不像我们这种问题机的 我要的都是要这个尺寸 太小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撒掉 我会叫它退回去 炸鸡 台式口味的炸鸡 夹进蒜泥去腥 再放入盐巴 香料 简单调味 就很够味 要搅拌这个 这个精华就在这边 曾经做过各行各业的业务 从食品泡面 咖啡到床帘 不合适就换工作 却没想过 当初抱着尝试的心态 已晃眼 却投入了数十年 我二哥也做这个 我二哥说 你要不要做这个 我说看看吧 结果考虑久了 好了 那我就做这个 因为早些时候 家里也有贷款 什么都要 起码真的 那时候还年轻 当然要赚钱 有些这边重新国中的 几乎小孩子都知道 现在有些的 以前是买给儿子吃 现在买给孙子吃 有些有的人吃四代了 那三十年了 这么快了 一放这么快 铜板价格薄利多销 靠着小本生意 也偿还了贷款 张轩元怀着感恩的心 取之社会 也要回馈社会 早些疫情 有些都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有些都说 下一餐不知道怎么办啊 那我才想想 好啦 干脆 干脆来一个赠送的 只要台内六亿平均市 本来预算五百支嘛 后来又增加五百六十支 它的口味就是独一无二的 跟别人的市场哪一家 你知道吗 都每一家都干干涩涩 那它都是有汤汁的不一样 那它的鸡肉都是现 现来的现用的 不是说冷冻的 主要不是冷冻鸡的 这种是最重要的 那他早间就是我的客人 早安 我会认识他 那就照他做人 早安一直跟他吃得大 把客人当成朋友 做生意也变得有趣 在黄昏市场旁的台式炸鸡 炸出的浸血流存美好的回忆滋味 拜拜 鸡蒸麻油鸡还有什么 我们这个粿都在航口现炸的 整大锅的汤热火烧腾着 麻油阴暈之气弥漫其楼 风是一起 香气跟着移转 任谁经过都要望向那儿大锅一眼 你的麻油要香 要香 要用好 一汤一千块 到一汤五千块 有差吗 装妈妈的拿手好料 年轻族群喜爱 就连婆婆妈妈也要来上一碗 我觉得他们很好都会搭配这个 高丽菜这样子下去 就比较清爽一些 对 麻油就是蛮香的 然后量也蛮多的 夜幕低垂 人气像是沸腾的锅气 烟雾直冒 明亮的店铺 满满是人 一勺料 一瓢 不是好物 不上桌 鸡腿的部分我们 我们都是整只啊 割开让里面的肉质 更加快速地去 有那个酸透的效果 麻油鸡腿是人气汤品 但就怕客人吃腻 生意高手的装妈妈 开发出像作小山的综合汤 里面就是有麻油猪肝 猪肚 猪腥 腰子 鲤鸡肉 鸡蒸 共有六样 下面我们会有用一些高丽菜 主要高丽菜是要解油腻 因为麻油本身是比较燥热一点 那有一些高丽菜吃下去 会觉得比较清爽 吸饱肉汁的麻油汤 僵气浓郁却不嗆辣 没下中药却释出甜度 因为高丽菜是最佳调味料 高丽菜 你如果没做一些冰水 冰块放的 就像你煮一份 就像温度会更热 就有一个烧气味 所以我们放冰块 就比较新鲜 佑人胃口的温补 在大台北地区 已经开出十几家店 食材用量之大 每天光是鸡 就养好几百只 高丽菜上百件 老姜数量更是无法估算 领头先锋是这一位 高个头 霸气十足的庄妈妈 要给它抱 比较温暖 教一点 不用了 会做的人不用一直嚼 一直这样子的人 是不懂的人 还是一直这样这样这样 不是大师的做法 这个是经验 虽说老江不苦 但苦的是 年轻育人不熟的心 三十年前 从鹿港北上打拼 虽然是夫妻同行 为了保护小孩 他当起单亲妈 一肩扛起经济重担 独自养大四个小孩 以前做蜘蛛菜 要帮忙切菜 然后端菜 洗碗 收碗 那些都要煮 小学就做那么多了 对啊 直到妈妈的辛苦 庄一婷上了国中 还骑着机车 在环南市场穿梭 挑菜 买菜 再菜 十足不像位学生 他佩服妈妈的味觉 煮什么像什么 超级好 而且我妈都不用试汤头 煮出来就是一百分 自助餐生意做得吓吓叫 但一百分的厨艺 却是从早忙到晚 小孩的未来 差点也给赔上去 他跟鱼仔不兴 都会去鱼仔 我就小孩 然后就想说 带鱼仔就出来 自己打拼这样做 自己想 看到这样就做看看 看到这样 刚开始是在做自助餐 自助餐是很丟 鱼仔看得不对 有时候鱼仔有时候 刚刚刚在学校 那时候 都会觉得 我们也觉得不知道 有骑骑吗 为了看顾小孩 结束自助餐 改推摊车 入夜时分 就在龙山寺一带 卖起麻油鸡 我曾经在做麻油鸡 白鲁鱼仔 还有车 钢钢鱼仔 我也在做 我外面八个月 都在做麻油鸡 对啊 我也在做 有些人会这样 有些人做麻油鸡 在骑骑吗 没有 我这么一路辛苦来 就是为了一碗饭 要吃一碗饭 一路辛苦一路做 真材实料 累积许多老主顾 但被车撞 被警察感的日子太煎熬 几年后开启店面 一只不锈钢大锅 分成无数锅汤汤水水 开启他和四个小孩的油汤事业 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我很有炸 我做的 我做的我不怕做不开 我都很有自信 我们的老薄就是特别 都比白鸡鸡鸡鸡鸡鸡 都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汤汤也不一样 你应该都 你都觉得有一点很油味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都是五十米煮饭 庄妈妈一度因为太累 萌生退休念头 但四个小孩捨不得 古早味就此消失 才会陆续辞去工作 回家传承手艺 因为我们都很害怕说 那个麻油鸡的酒味 可是我妈妈煮的口味 比较大众化可以接受 是因为是半水半酒 对 这样喝起来就不会说 我喝一口 然后整个脸都很红这样 四个小孩加入 一起把麻油鸡的饼做大 明亮的店铺 庄妈说 这是自信心的展现 这两三年 就像雨后春笋般 在大台北地区冒了出来 现在在年轻人 大家都比我更厉害 比我更厉害 你不要听 你不要听的人 在说一句话 有很多学生 没有很多老师 就是老师教的 学生比老师更厉害 骄傲喜悦之情 全写在脸上 四兄妹 每个人各有几家店 各有各的中央厨房 透过共同采买 达到降低成本 但唯一不能降的是食材品质 你要选土鸡的 土鸡才好吃 因为世界来肉比较Q 如果你买母鸡 肉很软是不好吃啊 家里每一位成员 对每一个环节都很熟悉 一旦哪个位置缺人手 都能立刻递补 其实剁鸡剁到脸都好看 第一次上电视了 太燙了 在家乡越南 从没吃过这一味 逛夜市好奇接触 没想到 就成了庄家的儿媳妇 再一次好了 来 有没有 这媳妇有点到我的集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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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集团都放给她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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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轻啊 拜托我年轻比他厉害 年轻就是本钱 年轻就是本钱 为了口味一致 每天三兄弟奔破在自家店 庄妈妈十年磨一件 也穿得衰当当 到处监督试吃 一旦抓到毛病 立刻反应 一路走来 吃尽的苦 全化成孩子的团结 认真打拼 麻油鸡生意 没有奇迹 只有累积 一路走来 来 古早味淡甜甜甜 风很大 古董旋转烤盘的岁数 应该比68岁的王美丽 还年长 快八十几年了吧 这个很久了啦 反正就是台湾 剩下没几台吧 我是蛋煎饼 蛋煎饼 对 我不是蛋煎 我没有发酵的 油很少 原料是什么 奶粉 有肠 面糊放上铁盘 压平 转圈 饼皮烤半熟 就得赶紧卷起来 没有过多调味 只有淡淡面粉香气的蛋煎饼 每天黄昏 温热 板桥的街头 前阵子疫情紧张 蛋煎饼行动车 停止了好几个月 现在虽然可以出车 客人总是稀稀落落 美丽阿嬷吹饱了冷风 但卷饼还是卖不到几根 做多少算多少 现在不没钱 因为等一下 以前生意那么好 钱都没有存起来 我被他老爸拿去红包场 挖在红包场 夏天没生意 蛋糕 饼干没生意 我老公就带走 我们去搬 谈起年轻的时候 嫁给面包师傅的苦 阿嬷云淡风轻 因为现在他所瘦的 一点都没有少 先生走了 家里还有一个儿子 需要他照顾 阿嬷不怕冷天 只怕雨天 因为湿气会影响蛋卷饼的脆度 所以飘雨的日子 他就不出车 在家做宅配订单 儿子大饼看着母亲操劳的背影 觉得对不住 却又无能为力 十六年前 一场重大车祸 命是从连接车轮底下抢回来了 但是下半身瘫痪 终身离不开轮椅 那十大饼刚退伍 人生才要开始 却走了一趟鬼门关 而后的两三年 他几乎都在宜院度过 漫长的复健 重健 连恨的力气都没有 左边肋骨也是拳断 手断 脚也差点锯掉 心脏是缝的 青巴膜是缝回来的 然后引流管整个内脏 全部都打开清完 然后再放回去 然后皮脏也切除 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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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恨 不恨 不恨 怨天油冷没有用 反正这个肇事以后 他们如果能赔偿 让我生活过好一点 可能今天没有我那么勇敢 那医生说他生命力很强 就回来 有事就是要搬三餐 可是你怎么可能放弃他 不可能 他在床上就问我了 妈 你会不会像人家这样给 儿子丢得不来 他就问我这样 很轻的不会轻松吗 一个母亲 怎可能放弃自己的孩子 哪怕是一点点希望都好 即使身上扛着庞大的医药费 即使相隔没多久 丈夫也因病过世了 美丽阿嬷没有倒下去 不会啦 没有那个时间去不好 没有时间去不好 对啦 就是要照的 就是知道照 照就不会有心情 不好的心情 疫情都没有出去 他不说 我刚照完 我儿子就打电话说 不要出去了 三级 我们不知道三级那么严重 女儿也不说不行 叫了一个孙女回来感到 我不能出去 他一个女的事 怕你出去那样 对 我一出去他叫你 你带给阿姨 妈妈 拿上那个 对啊 每次都是这样恐吓我 几个月没发车 阿嬷在家实在闷得慌 好不容易稍微解封 老人家迫不及待 驾着她的手牌发财车出门 原本大饼都会跟着母亲外出 多少帮一点忙 但是这一天 她突然身体不适 住进医院 阿嬷担心 鬼担心 还是得打起精神做生意 很累 很累 以前睡不到几个小时 以前 以前买 这个车子上不去 就先是打个针 回来 再上车 也是上去 没办法 这么多年下来 老人家其实累了 脊椎肩膀大大小小的刀 也开过好几次 真的很拍名 他笑着说 对 住很丑 要老住很丑 似乎所有的悲苦 所有的不美丽 美丽阿嬷 都用美丽的微笑撑过 我还没有要退休喔 阿嬷特别强调 她熟练的转着烤盘 一圈一圈 每一圈转动的 都是信念 普早味手工蛋甜品吃看看 这其实是间 专卖绵柔缝纹的甜品店 先外带 好 好 要吃什么 外带67 很赞啊 对啊 这个黑糖超棒的 很好吃 属下冰花塔上 九龄争玉的糖水 那显然是众所追求的痛快 偏偏大口狼吞以后 盎然的补味 从喉下葱舌根 才缓缓勾人寻味 很好吃 对 而且它的糖 蛮特别的 对 就是它的甜 就真的你会吃得出来 是甘蔗的那种甜味 不会很甜 然后就感觉蛮顺口的这样 传说中秘制的糖 是何家三兄弟开店四年来 最骄傲的本钱 小地管金银管人士 大地追求味蕾品质 而大哥和声红 则总有源源不绝的行动力 和满脑的生意点子 香菜其实我第一个联想到 就是猪血糕 但是我总不能用 增加猪血糕下去 这样可能会很恶心 好 那我就想说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 让它的外观看起来很像 于是我们就自己用那个 气价锅 然后自己去烤那个放蛋糕 结果第一次吃就很成功 花生雪花的香愁 衬上裹满芝麻粉的巧克力蛋糕 所谓上以假乱真 味蕾却着着着实实不虚不假 够娇媚也够浓成 冰品连卖了四年 店家确实得来点新鲜感 刺激熟客回流 小小的传统冰店 三兄弟 麻到恨不得有千万分身 这是过去 怎么也不敢置购的美景 那我们这时候都是 阿公阿嬷带大的 对 那因为我们这时候 都是住家义 那也是分住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三兄弟 其实从小就是聚少余多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虽然说 我们很少聚在一起乡 但是我们兄弟的感情 还算不错 如果说这家店是兄弟三个人 从小就怀抱的梦 那也许太过矫情了 不过家里环境辛苦 父母亲从前 靠四处打铃工养大孩子 所以童年时期 一家人的分崩离析 的确让和生红和弟弟 强烈念想着 有朝一日可以天天团聚 像我妈最早有跟一位 外省伯伯一起卖牛肉面 然后也卖过凉面 然后也 其实也开过冰南攀 我印象中 爸爸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其实爸爸其实是一个 很爱气疼的英娜 对 年轻的 他其实是 对 他其实就是 比较爱气疼这样子 老师说日子再苦 三个儿子总会长大 生命总有办法 找到各自的出路吧 但很遗憾 刚出社会那几年 恰巧碰上金融风暴 两个弟弟一个被裁员 一个被迫留职停息 爸妈则在嘉义老家交流道下 辛苦地买着西瓜 很辛苦 每天都要在那边翻 西瓜不是放在那边就好了 西瓜大概每个几小时 就要翻面 不然它水分会往下跑 所以两个老的就在那边卖 然后业绩也不好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情势所逼 对啊 如果今天 我这样讲 如果今天大家都 有很好的发展 我相信他一定会 在他自己的工作上 去好好做就好了 可是就是可能是 我们这个家的数据吧 我觉得大家 其实都不是混得很好 那大概是12年前左右的事了 景气慢慢回升后 台湾新请了自行车风 单车店小车店很快地填满城市街头 和孙洪秀道商机把两个弟弟找来 在大道城码头开启店面 买单车轮件 也把爸爸妈妈接上台北 那是第一次全家人终于相聚 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今天刚出社会的时候 真的是只有逢年过节 中午节 中秋节 春节 才有机会一起回到嘉义的老家 一起吃顿饭 甚至有时候 过年爸爸都还不在 单车配件生衣 后来好不过八年 电商崛起 实体店面门可落去 这一回关店 是一家人同时失业 好在大哥想起 爸爸在台塘工作时 曾经有过好心人 教会他糖水秘方 应该就是一个小员工 然后那个老员工 希望他可以有一技之长 不要这么的浓流人好了 就教他 对 那他其实也没有 真的要把它翻 他只是一直记着这个秘方 一直到大概几年前 我们想说 有一个秘方 我们糖水想要来 吃看看它的味道 说不定可以来做生意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秘方 再做出来 和印象中翻炒 不过在熬煮的砂糖不太一样 和家的糖水 和二砂冰糖黑糖 就要七种配方 除了芋头 粉圆 地瓜圆 需用糖水蜜果 其余的配料 则尽量维持最出美润的样貌 因为糖水本身加冰 已经有甜度了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最传统的创冰 红豆 绿豆 花生 艺人 这些东西的甜度 是可以调降低一点 当你在吃冰的同时 同时可以吃到 糖水跟冰的甜度 那食材的话 就尽量吃到食材的原味 才不会红豆也甜 然后冰也很甜 那整碗冰就会很甜 清冰也行 雪花冰也好 跟一碗冰一样 兄弟三人的感情好归好 某种程度而言 却也很容易因为太甜 而陷入乏腻 最常一发怒火的 莫过于开店大小事 谁是最大的事 最有意见的 应该是我 可是他会跟我讨论 可是讨论到最后 我还是 对 我还是会觉得说 我的想法比较OK 是 你比如说 三柠檬冰吗 三柠檬冰 两个 你又要讨论两个 是到底这种 大家想要为了贪之吗 letting it invest into 大家都打算 做 BR schön 可能看过妈妈辛苦过 爸爸辛苦做 所以就觉得 想要多出点力 让家里面 比较像以前这样子 全部都是分散的 聚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事情 就会变成 如果有不高兴的 那还是稍微忍一下 幸好僵持不下的时候 总有人退一步重拾出征 想想过去 共患难的日子 再想想一路距禁的苦 其实眼下都已经回甘 如冰上堂香庆兴甜赋 足以让人甜然 熬过整个入手 干呢 要吃什么 我要烧酒了 好 集份 刚入夜的南亚夜市炒螃蟹 宋明红摊未分明小小的 但想尽办法 就是得搬来瓦斯炉 摆上一只 非得比热炒店大张铁锅 这个会炒比较久 然后让酱汁沾到上面 然后那个就是炒比较快 酱汁比较容易进去 摊子上 烧酒螺 凤螺 炒海瓜子 酱爆虾 盘盘纷纷看似 酱汁基底都脱不了 已迈近四十年的家传配方 但滋味就是壁垒分明 蟹神前段要中火快炒 再用大火收汁 蟹角则是要耐着心自炒 很不一样 这个要炒比较久 酱汁才会吸上去 然后这个不用了 因为它已经剥 可能酱汁容易吃进去了 你炒太久的话会比较咸 他做这四十年 野口味很好吃 野口味很好吃 豆腐就很好吃 就是那个茄子 还有茄子 好吃到说不出话来 配啤酒很好吃 夏天配啤酒很好吃 是海产店的味道 对对对 比海产店还好吃 野市里的外带炒蟹角 可以炒到客人广如老中青三代 老师说机缘是巧妙的 四十年前的一刚开始 原本开继承车的宋爸爸 其实也是为了生计而做了 不得不的选择 来 你要吃什么 我那时候开继承车 开继承车的话 因为我后面有四个小孩 他们的这个上学 学费 负担很重 负担很重 那我在开继承车的话 也在想到说 这个继承车 好像那个扶贫没有根 你有听到人说 你跟人说 在外面 不是你撞人家就是人家撞你 跑来跑去比较不好 这个固定的比较好 出品跟他碰起来 那回头要跳起来 白虾 白虾 对 白虾 一直记得最早决定摆摊的念头 是如果有门生意 可以像种树那一般 种个十年 二十年 结出果实 那么下一代是不是也能不愁吃穿 两夫妻于是尝试冬天卖汤圆 夏天卖芒果青 但很遗憾 始终就是卖不出个所以然 直到有一回 打从南部来访的亲戚炒出这一盘蟹角 送爸爸临近一栋 或许可以搬到南亚夜市 试试学问 我那个螃蟹角 我还在炒 客人看一看以后 跟我讲说 老板 这一锅给我 这一锅我钱包 因为那个时候 那螃蟹角卖的是小吃的 那大只的话 海展摊有在卖 它一只要二十块三十块 那我的是一堆五十块 量它很多 因为它小吃 没有人吃的话 我们说的话比较便宜 我们卖的时候也比较便宜 三四十年前炒蟹角是下酒菜 是属于热炒店海产蛋的 标配菜单 夜市小吃怎么卖 顶多也只找得出 花生零角煎烧酒落摊 送爸爸出事提升 一来认为蟹角薄力多销 在夜市里应该算有转头 而来发现 蟹身其实更大又可为 因为那个时候螃蟹角多 比较有人吃 那个时候螃蟹肉没有人要 他把那两只脚折下来以后 把那个身体扔到海里面去 他们说那个没有人吃 他们带回来不也不要 那后来是我们说 看它那个价钱很便宜 好像是垃圾 但是垃圾价 但是它的东西很好 有新鲜 说到海产最大卖点还真的就是新鲜 宗爸爸坚持把铁锅扛进夜市里来 正是为了免出客人的疑虑 并且热锅现炒 四味妖娆 最后更加把人潮全部妖来了 我们还有我们的客人 把我的这个下酒菜 带到海产台去吃 真的 人家会骂 所以说奇怪 我都收你的垃圾 钱都你们算跑了 那我就在想是说 桌子的租金我没有 我不能算 椅子的租金没有 我不能算 还有请那个人的租金 我也不能算 你就到这边来买下酒菜 你到早点去买酒 然后你回家吃 省下开热炒店的租金设备成本 再用天天都买得起的价格 回馈给常客 两老虽然自愁 没什么生意头脑 不过下酒菜摊 后来确实炒出了先知美运 还新传两代人 因为我跟我老婆 我们学历都不高 一个国小一个国中 想学历我们要批什么 我们只能比什么 比那个耐操 我们的年代 没有说是什么 周休二日 周休一日 我们是什么 夏天才休息 我年初后回梁家 我们回去吃一吃又赶回来 赶回来做 因为什么 好日子 人家休息就是我们的好日子 把放不了家的苦日子 当成好日子过 就这么四十年来 一家人一路壮大到现在 尽管疫情蔓延三年 期间南亚夜市一度熄灯 黯然了好一阵子 也不曾棘损过宋家的老蛋子 第一次遇到这种恐慌 对 然后 那时候这边整条路都暗的 都暗的 然后也是第一次接收到市政府 发公文说夜市要休息 因为那时候太恐慌了 也没有疫苗 就是一开始有受一下营业 就是营业额大概就是 以前的六七者后来就慢慢的 很快就回升了 就是回升得很快了 因为我们家是偏外带的 所以说影响了大概就是 一个礼拜 一两礼拜就恢复了 慢慢恢复正常 应该算有繁长啦 因为有加外送 蟹肉 带颗凤子 蟹角 连雨不知春趣 疫情方觉下神 逆时返掌的炒螃蟹摊挺过不安 如今更是摸拳擦掌 蓄势待发 典雅窗林满市麻辣兴芬 烟雾缭绕 飘散诱人香气 九宫阁化出楚河汗界 区隔每样食材原味 源自中国四川的正统锅物 挑战台湾人的味觉无感 里面它包括辣椒 牛油锅底 都多了将近三倍 所以它会升三倍辣 这一般非常人的所能吃 就是内地的朋友 不然就很会吃辣的他能吃 老板唱下神级麻辣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但逃课前铺后继 就是要唇齿留香 它比其他麻辣锅 还要辣上两三倍 对 但是那种又不是那种 让你觉得很刺痛的那种辣 对 所以我感觉真的很棒 我觉得那个辣的味道 在嘴巴里面麻很久 对 就是那个辣的感觉 停留在嘴巴里面非常久 对 就不是一瞬间的感觉而已 钟达玉会投身滚滚红海 说穿了是为了爱 回想跟女友相识那天 是在飞往四川的飞机上 钟达玉担任爱心志工 似乎是好心有好报 就这么千里因缘一线千 他说我刚好坐在逃生口的位置 他刚好坐在我对面 那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就开始傻笑 那我就问他是住哪里的 他说他是住成都的 那从那是之后呢 那我们下了飞机 我们就留了联络房子 采访的这一天 钟达玉的女朋友还在天空翱翔 钟达玉恋上空姐 从通信约会三四年的交往 终于通往女方家 未来丈人开始教导钟达玉炒锅 未来岳母教他认识钟药材 女友说希望每次Landing时 都可以尝尝家乡味 而这甜蜜的想法 驱使着钟达玉开创事业第二春 他最喜欢吃的还是他爸爸煮的火锅 因为他们家之前开餐馆 那如果说 以后这门记忆失传了怎么办 再加上他们有一些珍贵的中药 一些配方这些东西 因为父母亲可能也六十多岁了 那如果他又是独生女 如果你没有传承 那以后就失传 就这么从房仲业跨足餐饮业 资金不是问题 技术才需要花时间好好磨练 鸡的骨架 或是他的脖子或是他的脚 那里面有胶子在浓度 它会比较高 所以它下去的味道会更鲜 更香 跟有别一般传统 它说只有放单纯一两种骨架 它下去的浓汤的鲜味会差很多 每天熬上七八小时 前段小火后段大火通煮 看到最大火滚的时候 他才会把他的骨髓滚出来 你如果小火滚都是灰色的白白的 大火滚的时候 再混合在一起再滚一次 你才会可能熬成这样子这么白 怕会掉下需要有一个人 专人伺候 两三个小时维持着同一个姿势 一天三班轮流 不断地搅拌 搅到骨头化掉融入汤汁 过滤顺渣 这一锅自然呈现乳白浓稠状 一百公升的高汤 经过一整天的熬制 汤汁变成浓缩精华 真正熬制完成 只剩下半锅 二十多种中药和辣椒充分拌匀 中达玉辣手摧残 花椒 灯笼椒 大红袍 无一幸免 全部融在一块 这两片一共这个都需要带口罩 没有它不需要 等一下你们可能会觉得要 因为那个辣椒的辣度 那个两三万度 你们应该受不了 叔叔有练过 心呛麻辣当做日常 再辣都已经无感 炒锅之前先练辣油 油温要控制到一百五到一百六了 如果你油温太高会烧焦 太低会不行 没有香气 滚烫热油淋在辣椒粉上 这个入门功夫就像是蹲马步 马步没蹲好就坏了一锅辣椒 在四川皮县 豆瓣厂可能有两三千家 可是要选到你喜欢的 你觉得那个味道是适合你的 那你才可以跟它嘛 对 才可以做成你自己要的锅底 其实跟台湾的姜母鸭 羊肉我相信一样 每一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配方 不像台湾用黄豆炒制 四川皮县的豆瓣架 是用蝉豆制作 风味跟台湾差很大 钟达玉依据温度变化 一匙一匙添加搅拌 因为牛郭温度将近有一百六到一百八 你每次下去跟丢冰块下去 一样它会减温 因为温度悬促比例差太大了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炒香 所以今天豆瓣炒制的过程很重要 这个没有炒好它就不香了 怎么看得出来它现在吃的呢 这个目测评感觉 因为炒了上百锅了 其实光是练炒辣锅 就炒坏了上百锅 一次炒一百斤大锅翻炒 全程不加一滴水 辣锅炒到最后 越来越动弹不得 越来越吃力 是没有什么职业病了 不过就是很痠很痛 就像去那个做重量训练一样 都会满身大汗 回家就全身的火锅辣椒味 所以还是做防重比较好吗 基本上那个比较轻松一点 这个你要让客人吃就要用心了 那现在就要像我们兑好的辣油下去兑 要去炒 把它炒二次炒香 第一段煮辣第二段才会发酵出来 拌炒不停歇 火辣指数直线攀升 厨房里又呛又热 钟达玉手捧着这一碗紫红色的汤汁 是酱造的秘密武器 而这一摟是从四川来的 延续三十多年的老油 钟达玉未来丈人 在中国领有特级厨师执照 这一摟祖传法宝不外传 真正四川重庆的家乡味 老油就这个东西 这用不完啊 它倒进去的时候 要再跟心油一起拌炒 炒完之后 你要让它纯化七十二小时 它才会跟你原来的新锅底 跟老锅底加在一起 会有一个老油香 所以纯化之后 才会每一锅的味道都很香都一样 老油拌心油 纯化发酵保存得宜 就能够让第一锅到第一千锅 麻辣口味都锅锅雷同 而钟达玉未来丈人 在传授独门麻辣锅底绝技时 和女婿越聊越有趣 他爸很厉害 他爸看台湾电视 跟我聊国民党民进党 还讲共产党 超屌的 很厉害 他才跟我讲十四 他老一辈人家很想讲政治 你觉得你是哪一点胜出 胜出喔 应该是没有人只有我 所以胜出 终于钟达玉用火辣热成 即将让这一段远距离的恋情 修成正果 他们家的辣是 你放到嘴巴里面是鲜香的 它的香味先出来 然后到后进的时候 才会有一点麻麻的 最后才是辣味 很特别 辣油不会很辣 它放进去嘴巴里面的时候 它会淡淡麻麻的味道 那种是当地四川那边才有的 所以我们特别爱这一间 钟达玉说十七年的房中精神 是要永远让客户找得到 卖的是用心服务 卖的也是永久信任 我今天卖火锅 如果我的食材 跟我的锅底 有一点不天然 或是说我今天有一点都说 我自己没有要求很好 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想吃了 那客人不会想吃的 因为当下吃的第一口 那个味道 客人就会感受到你用心的程度 尽管不是餐饮科班 但为了让未婚妻到台湾 也可以仿佛置身四川 感受家的味道 钟达玉用心学麻辣炒锅 用心传承道地传味 我们希望这个味道是可以传承的 不要失传 因为我相信在四川重庆当地 每一个人 每一家家户户 可能都有自己的味道 也许有在 也许失传了 可是我相信说 每一家每一户的味道 都是家乡的味道 爱上一个人 为他开一间店 在地表和心上都保留一个位置 钟达玉的爱情故事 未完待续 都温的吗 十杯有糖 十杯无糖 好 你等我一下 清晨六点还在睡眼惺忪 班桥转角口的小家早餐店 一家人已经忙得和时间在赛胖 一个海景花生 豆浆那一 温的 冰的 冰的 好 店里招牌 无敌海景馒头蛋 固定由女儿萧丽华操刀 没有 海景吗 不是 不可能 我透的不好看 你看油条有大有小 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小的栽 所以你也觉得自己是漂亮 对 真的 丽华豪气地说 全店只有她做的最有奢华感 所以到了假日 这款走夸张路线的馒头蛋 变成限量发售 因为实在做不来 老客人也就被训练出 要买多的就趁平日来 我买五个那个 无敌海景馒头蛋 还这么多 没有 帮那个同事一起买 因为还不错吃 然后分量又很足够 对 所以吃一个可以抵两餐 一个吃得了吗 要分人家吃啊 我都买好几种 一起公家吃 它的油条是油渣过再烘过 所以一点都不碎 就是不会油腻很脆很好吃啊 肖家人分工合作 每一个人都发展出 各自的拿手活 像是肖妈妈 固定守着上了年纪的木桶 加油葱蛋炸菜的饭团 由她一手包办 热乎乎地包给客人 传递着妈妈满满的爱心 这个年轻人比较会做啊 好 然后就提醒了 至于大老板肖爸爸 店前忙碌到店后 停下来总不超过一分钟 优地到处走动 不过招呼客人 包饼烤饼样样来 烤饼店10公斤 看起来跑来跑去的 对啊 都站 都停不住 停不住 对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跑去 但最令人敬佩的是 做兜江50年 待客之道 始终亲切有礼貌 好礼大放送 我看起来 如果什么我都爱 做个手机送你而已 惯喜了 惯喜了 看起来很开心就笑出来了 就笑出来了 对 就笑出来了 我真的是没办法去比喻 因为他很有耐心 最可能是因为 人真的很多说 你哪里来的耐心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做 你只能去建一个规矩 立华个性级 讲求规矩制度 是时下年轻一代行事风格 爸爸妈妈一手拼起的豆浆店 在板桥立足已经50年 靠着情感支撑 老客人吃不腻 新客源却进不来 你就是跟别的店一样 你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人群来去 顾保客人的胃 老人家的背却脱了 步伐也变得沉重 立华才决定辞去厨房设计师工作 回家全职帮忙 对 我就跟妈妈脚一拐一拐 我就看看 我说好了 你不要再请人了 我回来做这样的 最大的挑战 第一关是心理 因为以前就是你上班都可以化妆 穿得还就是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来这边就是没有那个 我有一些朋友都是位阶比较高的 有时候要跟我们出去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介绍我们 心理要调试 现况也要面对 回家才发现 老店卖的品项一成不变 面对日串起的新潮早餐 若再不改变 就等着被淘汰 就把学校老师讲过的话 又转回脑袋里 那以前我本身是餐饮科嘛 那以前老师就跟我说 我们的东西摆盘 就是要颜色不一样 那我想说我有火腿 有起司 有蛋 那这颜色就蛮多了 那加个油条就怎么样 就开始把它变成一层高高的 既然颜色要缤纷 就在旧有的品项里找出新亮点 黑白相间的馒头 成了改变的起点 有一个客人有一天他跟我说 妹妹你帮我把馒头切两层 那时候还想要怎么去切两层 我说两层我要怎么切 因为我没有切过两层 一般都是对 馒头是只有一层下去而已嘛 那我就试着切 切完之后我就帮它把蛋夹进去 所以其实摆起来还蛮漂亮的 那我就开始把它盛一盛电话上去 有八年级生吃到 刚好网路流行相关油戏 加油特制油条 厚度达14公分的招牌 就被取名为无敌海景馒头蛋 因为有个人不知道怎么变 他说我要一个那个海边馒头 说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他们不会讲无敌海景 因为老人家可能进入场 那么长嘛 它油条送来不会每次都这么漂亮 所以它笔记就有定到就是 这个是要淘汰的 对 这是淘汰 不能饭团里面的 我们的油条厂商是经过摔卷 我们这个油条是有经过SGS认证的 那它送来 它也不是送完就可以用 我送来之后 我还要把它油沥干 然后拌一拌 要把油沥干之后才能用 对 好多油 它大概一下子 它把油逼出来 这个才能放在满头里面 它看起来 这台口感才会酥脆 才不会就是油腻 创新很配合 当初要做这个的时候 你有看好吗 有看好啊 有看好… 因为这次也是人家 但我们过来说怎么做 我们开始研究看看 对 这几年来做得不错 做得很好 成就感不错 新产品推出 立刻轰动社群 还被百货公司网罗设定 到了假日 早餐店尝了星星朝圣景点 上看第一次过来吃 然后发现这个还蛮大的 对啊 那我想说 应该中午就不用吃了 要二十块就可以吃饱了 二十块吃什么 食言也可以吃啊 包子啊 那个饭团啊 那个旁边都很出名 好像很好吃 很多人 一般时一般时 都很多人拜堆这样 肖爸爸十三岁 就在贵夫人走踏的台北东门一带 跟着外省师傅学做早点 不是为了兴趣 而是要减轻家里经济负担 这一做就再没有踏出中式典型领域 我们的旁边跟人家不一样 做起来烹饭 好像有烹饭 一般的话 因为我们的游戏都要 过来熬过 熬大概两三点 大概三点到四点钟 我会熬 吃起来会不会胖 会不会胖 成奇的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现点现做精神 所以每一次背好的量不多 小爸爸宁愿全场跑来跑去 不断做着重复的事 也不要让客人吃到冷掉的食物 在这里人家吃了 有时候 把我们吃了 我们没有东西 我们没有东西 我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一直以来烧饼都没调长 十块钱铜板架 夹油条 配葱花蛋 香香酥酥 老师傅的佛心吃进心坎里 东西 我很买人家吃 东西 东西很好 东西 我很买人家吃 我都没有长价 你怎么没有长价 我自己的工 自己的家 世纪这么晚 世纪这么晚 老店迈入年轻世代 新观念易住 带动来客量 只是老匠有一天也会做不动 这个劳力密集的家业 在华夏休止不前 女儿有心 尽全力要碰撞出新火花 生鱼片超级大饭 超级大饭 这个吃起来很肥满这样 而且它吃下去很新鲜 就不会觉得是隔天这样 看它的颜色就知道 所以搭配在这样 一口吃下去 男生吃起来 就是一个自己刷 有一天好吃 下次你来尝看你就知道了 各式生鱼片铺满整碗白饭 这碗盖饭可是老店的正殿之宝 这碗就是我们的种的生鱼片盖饭 那里面的东西呢 里面就是我们有我们今天当季的食材 今天早上献补的鱼货 然后加上天虾有时候是牡丹虾这样 然后这个是炙烧过的饼木鱼鱼鱼鱼鱼鱼肉 这是目前最好的气质吗 对 目前是卖的最好的 而且是大家最喜欢的 78年次的第三代行男老板张维新 国小五年级就开始进厨房帮忙 因为老爸是左撇子 维新得靠想象揣摩 才把刀工苦练出来 对 因为他是左撇子 然后我是右手的 所以你看他 然后以自己想象的方式 以相反的方式去学这样去记 那花多好时间才怎么会 就是练习 然后可能杀个一年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一年的时间 对 我那种左手 那么棒 所以只好教自己儿子 原来他有不信心 所以以前有师傅跟你 小小抱怨说学不来的 四个手 他都怎么跟你讲 他说就是方向不一样 爸爸张建发的左撇子刀法 吓跑了不少徒弟 还好儿子愿意学 再大的鱼货都能轻松上手 三片切法 三片切法 对 就是在 鱼肉跟鱼骨中间要分离 如果一个不小心的话 那个鱼肉就会全部粘在鱼骨上 就浪费掉了 这样这个鱼就拿起来了 对 好酷喔 好酷喔 谢谢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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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这个切这个鱼 我们这小鱼肉 这个鱼肉 我们这小鱼肉功力真的不错 鱼肉 鱼肉 他這個真的是最點心的基本料 但是他這個價錢又不值得 在原封頭 喝一杯 十三代 十三代 二十歲十號現代 二十歲十號現代 對啊 這一家做的 沒有過路客 他一定要滿足我們這些老超 才有辦法生存 所以有機會可以 張家的食堂 是從西門町知名的日本料理老店 分出來的 大家族共識不易 只好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本來自己就是回來 滿懷理想到東區去開 結果因為家族的因素 讓我沒辦法營業 剛好有這個機會 88年的時候 剛好台北一分而二的時候 就這個機會才到板橋來開 你現在在板橋你有自己的 對… 客群 剛開始真的很困難 前三年幾乎都是賠本 都在板橋都賠本 對 因為客群不一樣 跟他一樣的菜單 完全都做不出來 所以慢慢的一直改進三年以後才有 因為我這邊地點不像台北那樣 完全都要靠主顧 終歸一句話好像是 就是我們的命就是這樣子 需要你自己去努力 還好講一句話說 先生失敗得早才爬得起來 也好就是一個磨練 那磨練讓我自己的小孩 知道說全部都要靠自己做 你才有辦法維持一輩子 你要看上一代說真的 我們頂著這個招牌 出來做也更辛苦 因為他就是看著你 你做得好 人家很可能講說 你就是父母留下來的 你做得不好 你就說你看 好像一間店被你弄壞了 張建發帶著七嫂 一路退到板橋另起爐灶 但終究扛著老招牌 少不了顧客指點比較 就連冒牌假店的話都說出口 這種的話就是人家講 一定多少都會講 但是我們聽到 我們會跟他們解釋這樣子 然後拿出我們就是有的證明這樣子 說其實也不用怕人家講 人家會講你是因為他怕你 張維新不願父母再有委屈 他不跟前人比 只跟自己比 店裡所有的食材 他都親自跑產地挑選 這個是東港的鮪魚 然後這個是東港的白旗魚 然後鴻肝的話 我們是用宜蘭野生的鴻肝 然後鮭魚的話是 每天空運的挪威鮭魚 莫壽司也不再堅持 一定得用日本進口米 吹飯的方式 年輕師傅用自己的一套 我們是選用花冬的壽司米 然後煮好以後加醋 然後不要用 不要讓它吹涼 就在它還有溫度的時候 就把它弄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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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真好 人家不要的名蝦頭 塞進米飯 放進口爐 就是酥脆入味的蝦頭烤飯 你是把那個飯塞到蝦頭 還真正是太早 真正這個 這樣會特別好吃嗎 對對對 那吃起來那個飯很特別好吃 為什麼 很香 所以你這樣說 剛才有時候把蝦頭 就這樣吃 對啊 因為直接吃掉的話 就是也沒有什麼東西給你吃 傳統與創新 張維新拿捏出最適當的平衡點 整整20年的時間 張家父子 終於培養出自己的死忠顧客 曾經一講到過去 就掉眼淚的張媽媽 現在可是個開心阿嬤 兒子媳婦兒 女兒孫子 全部圍在身邊 各司其職為同一個目標努力 從老樹分了職業以後 雖然不再有避應 卻也在另一片天空下 用汗水淚水灌溉 現在終究開花結果 雲飯有的人一買就是兩斤三斤 一直包一直包 你根本來不及 位於板橋馬祖廟前 邁向百年歷史的油飯肉跟湯老店 在第三代阿哲回家接手後 有了明亮店面 但老口味歷久不變 像是油飯看起來素顏 卻深藏底韻 吃起來特別不一樣 特別Q 然後有那種麻油的香味 好吃 所以今天來帶多少 六份啊 就是一定要油飯加湯 大概一二十年了 三十八 一天吃一遍 十一遍 十一遍 我每天都吃了 我們是強調是用螞蟻 所以比較古典 就是人家生完小孩的時候 就是有做這個蠻葉油飯嘛 最早以前秋香儀的老爸 就是在黃石市場裡開麵攤 當時的招牌就是油飯和肉羹湯 他們家的肉羹都是吃之前才下鍋煮熟 湯更特別不是勾芡湯 而是清湯在外加蛋花 這樣看起來比較澎湃 這個是地瓜糊下去揉的肉羹 一定要用清湯 比較適合 你假如說用羹湯的話 那吃起來那個口感就不一樣 這個就吃起來怎麼講 這個勾芡的 因為這個又是混的 所以吃起來比較不適合 煮從那個家裡長輩做出來的 就是都是這樣 所以我延續下來 肉羹結合蛋花清湯的獨特美味 就因為老爸最先在市場開麥 因而造成蜂巢 90多年來 口味已經傳遍整個大黃石市場 這個區塊都 幾乎肉羹都是這種肉羹 幾乎都是 八成都是 三年前秋香儀的獨生子阿哲 結束科技業爆肝工作 回家接起家業 主油飯做肉羹的工作 就由他一手包辦 從外公經驗也才體會到 好吃的味道不一定要複雜 製成就像家庭主婦醃肉一樣 切成條狀的黑豬後腿肉 先用醬油 鹽巴 味精和油蔥醃個幾小時 然後裹上薄薄的地瓜粉 丟下去的時候彈到二樓 然後我就可以 那就是感覺 就是這個感覺 就是覺得 感覺它已經有固著在那個 每塊肉上面 然後蠻均勻的 然後又有彈性有出來 我們算過大概平均大概一盆肉羹 大約是300下左右 就愛瞎扯淡的阿哲 把科技葉實時劃在嘴邊的數字 也放進他的做工裡 為平凡煮食添些樂趣 會掉啊 就差不多了 不混魚漿 單純只被地瓜粉包裹的黑豬肉條 在用餐時間才下水煮熟 最後加入蛋花清湯 放些香菜 就成為一碗既滑嫩又吃不膩的祖傳肉羹湯 為什麼不吃一天就先做好了 前天做好你要冰嘛 你要冰這個地瓜粉會濁濁的 顏色沒有那麼透明 所以都要當天 帶有濃郁麻油香的油飯 也是每天早上現做現賣 受限人力以及空間 一天做個180斤 已經算是終極天亮 遇上七夕 善男性女要買油飯拜拜 往往一大盆的量才端上檯面 一小時內就賣光光 因此一天來回煮個好幾大盆油飯 對阿哲來說 早已經是家常便飯 目前來講 我們是拿到兩年的舊的糯米 舊的糯米 要到兩年 因為三年的已經賣完了 不然基本上我們用到三年的 因為越老的糯米 那個口感越Q 那你就算是當天沒有吃完 你隔天冰過之後 隔天再加熱都不會爛爛的 油飯可不就是要乾然後香Q 不是爛爛的 又不是南部那種米糕 要整個黏在一起 快速炉火一開三十分鐘過後 米香就搬隨著木桶香充斥在空氣中 接著爆香肉絲和香菇 用的是頂級麻油加上老薑 為什麼要加老薑 那我問你啊 你有沒有覺得媽媽的味道呢 一般店家不會用這支麻油 這支在台北市百年老店的 真的沒有名 政府檢驗啊 都是一次性通過的 貴了差不多兩到三倍 但問題是它真的是很香 客人蠻挑的 有時候太偷工減掉他們就會 老闆你怎麼那個 又偷工減掉 他說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實實在在一點 所以你們還是被客人訓練出來嗎 沒有啦 然後我還沒等他訓練 我本來就 預料他們他們會這樣子 先前在科技業工程部任職機利 負責採購佳品館 平凡往返兩岸 為提升良效而奔波 但食安沒有任何灰色地帶 只有好和最好 嘴麻油卻有商譽的 糯米香菇也只丟在地貨 我嚇死了 我嚇死了 沒有 也台灣香菇比較香 我小時候自願絕對不是做這個 我打死都不做這個 後來有什麼衣服 這跟政治因素有關係 因為這個政局太亂了 政局很想到經濟嘛 然後經濟就很想到 我們那個上班的意願 我也是那種年薪 大概150到200萬人 然後大概一個禮拜要喝六天酒 我們這種交際應酬還蠻多的 可是其實說真的就是覺得 不知道 換個環境嘛 換個環境 腦袋也跟著換顆硬碟 過去一架一組模具 動輒千萬起跳 現在是一碗一碗轉 他告訴我們這叫做實在 這馬油加不少耶 所以為了好吃就是這樣 為了好吃成本就是要加下去 所以好吃沒有什麼秘訣 用料的桿 桿下種的成本去用料 其實東西都不至於太難吃 過去爆肝工作 換來三高四高越來越高 健康亮起紅燈 經過三年正常作息 家庭變得和樂 童年爸媽忙攤子 沒能在身旁陪伴的遺憾 不再發生在刺激小孩身上 老店也在他帶領下 即將跨越百年 要用心做應該就 還是很有機會 現在的環境這麼好 我們大有為政府的領導之下 你不要浮 舊主機 等下 太腸 風力 風力 挺 好 好 超 五 我